CFBCI President Samuel Wee attended the Pamantasa-Nan-Lunso-Nan-Mainila 2024 Kabustahan with Scholarship Partners 菲华工商总会理事长黄书伟出席马尼拉市立大学2024年奖助学金伙伴感恩会 2024年6月18号下午 菲华工商总会理事长黄书伟 文教委员会主任曾幻梅 副主任刘武丹及西文秘书梅西卡受邀出席马尼拉市立大学所举办的主题为 表扬及感谢的2024年奖助学金伙伴感恩会 校长雷耶斯 律师 财政副校长兰迪乔及多位学校领导亲自欢迎 来自各个非政府组织及企业领导和代表的历领 是日下午 在该校卡蒂普南厅 来自25个非政府组织 银行和金融机构代表 及该校领导 教师 学生等50多人欢聚一堂 为2024年问候奖助学金伙伴活动 拉开了讯目 该校资源创造处代理主任门德斯 担任思乙 副校长兰迪乔治欢迎词 他强调了教育是改革的催化剂 并指出 马尼拉市立大学已创办59年 目前有来自25个非政府组织 银行金融机构 及个人在赞助该校576位学生的奖助学金 雷耶斯 校长在致辞中感谢奖助学金伙伴们 透过教育 帮助家境困难的学生实现梦想 他同时向大家介绍该校的五年方向 及六项主要目标 其中包括优秀学业 国际化 最新技术 优异技巧 知识组织化及创造资源等 并期盼大家继续支持马尼拉市立大学取得更大成就 理事长王书伟致辞时表示 该会领导同员们深信 帮助年轻一代最好的方式 就是说服他们要相信教育的力量 他表示其眼目睹了教育如何改变 该会点亮未来 受助生的生活 看到他们以优异成绩毕业大学 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甚至自动自发的回馈社会 该校帕尤莫学生代表 所有奖助学金受贵学生 感谢大家的支持 活动最后 由雷耶斯校长代表马尼拉市立大学颁赠感谢状 与每个赞助单位 飞华工商总会由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刘武丹代表接受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